我们知道和大河流域的文明相比较 希腊和罗马属于海洋文明 有人说大河流域的文明是黄色的文明 那么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就是蓝色的文明 那么希腊人在浩瀚的大海上进行无边无际的想象 最后在他们想象当中去了解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于是诞生了哲学 那么希腊人他生活在每一个独立的政治空间 城邦体制之下 他们自己的自由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于是他们在选择他们政治制度的时候 选择了民主制度 比如说雅典 那么希腊文化由它的神话作为源头 它神话就定位在了具有人性的神话 所以我们说希腊的神话 神人同行同性 由于在神话当中就突现了人性和理性 所以希腊人创造的文化灿烂辉煌 希腊的悲剧 希腊的喜剧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说和希腊比较 罗马的历史又别具特色 所以西方很多学者都把希腊的文明和罗马的文明进行比较 很多人赋予了许多一美之词 比如说 希腊文明的灿烂辉煌 罗马文明的伟大一致 希腊人常于幻想 罗马人忙于现实 希腊人是思想家 哲学家 文学家 罗马人则是政治家 法学家 军事家 希腊人有神人合一的人本精神 博大精神的哲学体系 有震撼心灵的希腊悲剧 罗马人怀着对希腊文明的追崇 继承改造 于是又有新的创造 所以我们一般说 罗马人把西方的古典文明 把源头接纳过来 进行继承发展改造创新 把西方的古典文明 推上了一个高峰 罗马人追求时效 他有制度文明 行省制度 元首制度 君主制度 还有早期的共和制度 等等 有坚固 耐久的建筑 和道路 有一条谚语 条条大道 通罗马 对了 还有 之间为止 无论东方和西方 全世界的人 只要涉及到法律 言必称 罗马法 他的司法非常的博大精深 那么我们今天 在讲罗马史的之前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看 这是哪里啊 对了 斗兽场 或者叫大竞技场 意大利语叫Colossal 这个呢 圣彼得大教堂 这是圣彼得大教堂 我们知道 罗马城里有一个城中之国 梵蒂冈 梵蒂冈 教皇国的中心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片 这是 我在罗马城的街头上 在罗马广场的古迹的一块 这个遗留的残留的这个墙面上呢 有四幅图画 有四幅地图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地图 这幅地图呢 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就是罗马城 刚刚建成的这么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公元前八世纪 罗马 建成 它只是意大利半岛 台博河岸边的一个 小小的弹丸之邦 那么到了 奥古斯都 到了公元前 二世纪的时候 146年 也就是马其顿战争结束的时候 这种白色的标记 开始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岛 和西西里岛 和萨丁岛 科西加岛 还有北非的加泰籍 然后是西班牙 然后是小亚 希腊半岛 这是公元前二世纪 我们在看奥古斯都去世的时候 我们知道 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是奥古斯都 他在公元14年的时候 8月18号 他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帝国的版图 已经还地中海了 已经还地中海沿岸了 公元 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117年 也就是有一个 著名的人物 图拉针 这个皇帝去世的时候 帝国的版图 已经远达不列颠了 跨越海峡 把不列颠给征服了 所以到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整个地中海成了罗马人的内湖 罗马人骄傲自豪地把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 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罗马民族的迅速崛起 与称霸地中海区域 令人瞩目 从公元前753年 罗马城奠基 到510年 这是指公元前 公元前510年 王正被推翻 200余年间 罗马完成了世主制 向国家的过渡 从公元前509年 罗马共和国的诞生 到公元前167年 马其顿战争的胜利 减300多年的时间 罗马已经由一个台博河畔的坠儿小国 越居成为统治整个地中海的霸国 接下来呢 从公元前241年 罗马的第一个行省建立到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对整个地中海区域统治 长达700余年之久 今天在当今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版图上 分布着诸多的民族与国家 英国学者迈卡尔·格兰特 曾风趣地说 不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 我们都是罗马人的后裔 总之 罗马历史对当代许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 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们看意大利半岛是身向地中海 一个靴子型的 这么一个半岛 那么他隔离的这个西西里岛最初呢 并不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的领土 所以罗马 罗马城位于这个黑点这儿 这个呢这个有个黑点是标志着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希腊殖民的城邦 所以当罗马南征北战 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之后 他向地中海进军的第一站 就是征服西西里 我们知道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 罗马已经在地中海世界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国 那么学习罗马史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几个重大的问题 这几个重大的问题 也是我在讲课当中贯穿的基本思路 首先我们要了解 罗马是如何兴起的 罗马为什么要建成啊 罗马古代的居民成分都是什么样子的呀 他兴起的时候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状况当中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罗马的兴起 第二个大问题 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罗马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历史内容异常的繁杂 在这繁杂的历史进程当中 我们要掌握两大基本线索 一个就是对内 它内部矛盾的调整 内部矛盾的调整就是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这是我们学习罗马共和国建立与发展 这个历史进程当中 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基本线索 内部矛盾的调整 平贵斗争 因为我们刚刚学过了希腊历史 我们知道整个希腊的这个 无论是雅典 斯巴达 克林斯等等 诸多的城邦 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都经历了平贵斗争 那么第二个重大的基本线索 就是向外扩张 罗马向外扩张的历史进程 那么这两大历史进程互相交错 互相影响 如果掌握了罗马共和国的 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重大事件 那么我们对下面的这个问题 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 罗马共和向帝国转轨期间的 继承关系与改造过程 我们知道讲历史 讲历史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有诸多繁杂的问题 罗马历史也是一样 罗马如何从共和制到地制 这个转轨的历史进程 如何完成的 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子 它的军事制度 它的政治体制 一系列的变革 是如何发生的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那个独具特色的带领 站在历史最前端的那个 重要的历史人物 又是谁 这都是需要我们要掌握的 然后就是共和国的灭亡 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我们要掌握的 接下来就是整个帝国时期的 和国的兴衰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基本的脉络 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自学的时候 在自习的时候 要把握这几个 基本的重点问题 我刚才再三地强调 我说的 作为西方古典文明 重要的一部分 他把希腊的文明继承过来 然后加以改造 加以创新 把西方古典文明推向了高峰 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强调 就是要强调 罗马历史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 它处于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 也是我们世界古代史最后的一章内容 从下学期你们就开始中世纪的学习了 所以我们把最后这一章内容 虽然只有四次课的时间 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互动起来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地理环境 与古代居民 地理环境呢 我们大致的了解一下 它属于地中海的这个气候 非常温和湿润 它这个三面环海 它这个在半岛上呢 流淌着一条长河 台伯河 台伯河虽然没有 波河那么长 但是呢它却是意大利半岛境内最长的河流 而且这条河流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罗马城 就坐落在台伯河的岸边 那么意大利半岛 还有一条著名的山脉 亚平宁山脉 中贯南北 北边呢 山是陡峭 越往南下来呢 山是平缓 到了最南端的地方 脚尖那儿呢 它几乎就 山是就看不到了 那么意大利半岛呢 我们看它 东边面临希腊 面临希腊 然后呢 它距离 于这个西西里岛 距离这个加太极北非很近 总之呢 这是一个气候艺人 适合于农牧业 发展的这么一个地方 好 那么意大利半岛最早的居民 都有哪些人 都有哪些人 那么这个意大利半岛啊 早期这个居民成分呢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我们基本上啊把它这个 调理化了 就是说总体上来看呢 古代意大利半岛上的居民呢 主要是印欧语系的人 好 这我们并不陌生 印欧语系的人 大家熟悉吧 对了 这个入侵南亚次大陆的那一支 印欧语系的亚连人 啊 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代表 好 好 那么这些印欧语系人呢 分了很多分支 在意大利半岛上 主要的几个分支 有拉丁人 好 萨宾人 埃奎人 福尔西人 那么这些古代的居民 在公元前十世纪末 创造了铁器文化 就是著名的 威兰诺马文化 这是铁器文化 公元前八到六世纪 意大利半岛上 一支强大的势力 是意大拉利亚人 好 有的书上呢 把它译成埃特努里亚人 好 这个年代大家 要记住 也就是说 在罗马 兴起的时候 意大利半岛最强大的一支势力 是意大拉利亚人 所以罗马 在拉丁平原 站稳了脚 向意大利扩张的 第一步 就是指向意大拉利亚人 这是公元前八到六世纪 人口的 就居民的一种布局 布局 西半部是意大拉利亚人 西北部 东北部呢 是温布里亚人 事实上在罗马兴起之后呢 整个的北部呢 意大拉利亚人的势力 要强盛于温布里亚人 好 中部是拉丁人 中东部是萨宾人 南部是希腊人 我想让大家有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呢 就是你们要掌握有三支重要的人物 他们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 分别要和罗马开战 好 一支就是意大拉利亚人 罗马人通过了三次维埃战争 好 消灭了意大拉利亚人的势力 把罗马人的势力 扩展到意大利半岛的北部 好 又和沙宾人 中部的沙宾人 展开了三次沙宾奈战争 好 罗马又是赢家 好 接下来 罗马又和南部的希腊人 打了三次塔林顿战争 好 通过南征北战 罗马越居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 好 所以这三支人呢 希望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 我们主要是来看意大拉利亚人 意大拉利亚人呢 他是一支非印欧语系的人 他的族缘 到底来自哪里 现在学界还有些不清楚 还有些不清楚 那么历史学家 基本上认为 意大拉利亚人 可能是来自于东方的移民 好 来自于小亚西亚 好 那么早几年呢 有的历史西方学者呢 认为他是和希腊人 有可能有关联 但是呢 最近几年有研究表明 把这个观点给推翻了 因为这个 他从这个语系上啊 等等 都是一种非印欧语系的人种 意大拉利亚人呢 在罗马兴起之前 就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 青铜文明 青铜器文明 他们工艺水平十分的精良 好 他们精心安排着死者的墓葬 至今在罗马城郊区不远的地方 有一大片 意大拉利亚人的墓地 他们的墓葬形式 随着历史阶段 又发生变化 那么在罗马城 发掘出来的这个遗址呢 主要是岩洞墓葬 就是在岩洞里啊 开凿出这种墓穴 然后呢 把死者安葬进去 接下来重要的一支人 就是希腊人了 我们刚刚讲过希腊的历史 对希腊的历史 还记忆犹新 比如说在希腊 在希腊人建立自己城邦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希腊的奴隶制城邦 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殖民运动 对吧 那么这场大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 就是人口过剩 对生产力产生了压力 于是呢 在城邦体制下 开始组织过剩的人口 向地中海区域进行殖民 那么希腊殖民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殖民地都是建立在沿海 沿海岸 没有深入到府地 所以罗马有一个著名的演说家 希赛罗他说希腊的殖民地 就像缝在镶嵌在地中海这块枝井上的花边一样 锦绣花边一样 它黑海 黑海沿岸 这个甚至是离海 就环地中海沿岸 黑海沿岸 都有这个希腊的殖民地 包括我们将要在这个后边帝国时期讲的那个 拜占庭 厄黑海出口的那个拜占庭 也就是后来的军事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这都是希腊著名的殖民地 那么希腊在南端的最著名的一个殖民地呢 就是脚跟 在脚跟这个地方的塔林顿城 还有西西里岛上的叙拉谷 这都是这个希腊建立的著名的殖民地 因此呢 在罗马兴起之前 希腊人的殖民势力 遍及 意大利半岛的南端和整个西西里岛 那么罗马人了解希腊的文化 就是靠这些希腊殖民的传播 是一些间接的 规模很小的一种文明接触 只有在罗马强大之后 在打意大利南端的时候 在第三次 在这个三次塔林顿战争当中 罗马赢得了南部意大利半岛的战争胜利之后 罗马文明才和希腊文明直接碰撞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